陪老夫人 没见着亲人呢 老头子 儿子在哪呢 便记这事 见着亲人谈的话就放心了 都是生人 但想问 出来乍到 难以其耻 见面一万能多掉价呀 勉强的在这做乐 勉强的吃喝 酒过三群 菜过五味 外边有人送信 回哥的夫人 军师来了 军师来看望老夫人 说着话 徐茂公从外边进来 军师谁都知道 执掌兵权嘛 那是一般的人嘛 陪老夫人都站起来 一看 一瞅这军师大个儿 细飘飘的身材 面色惯欲 宽脑门 肩下壳 三柳湖 没分八彩 打抱这两个儿 一表的人才 走路 装进 那个气费高雅 让人看了就 微静三分 一身道装 手拿 雨扇 哈哈 无量天宗 老夫人 老夫人 一路辛苦了 少夫人 姑娘 你们都辛苦了 你介绍这是军事 赶紧落座 徐茂公这才坐下 哎 夫人 路上可好吗 神所保佑 一帆风数 那就好 老夫人 您来的我们非常欢迎啊 您就安心住在瓦岗山上 房子都给你们耗好了 一会儿 您让你们去看一看 看看满意不满意 缺什么 少什么 您尽管吩咐 好 我多谢军事 只是 军事 老人有一事 想问 请 请讲 我那老头子现在何处 我三个儿子现在哪里 老人急于要见他们一面 哈哈哈哈 不然 我来就是跟您说这事来 因为他们父子归顺 是掏着 随军并不知道 他们掏着归乡的瓦岗山 他们走投无路 让张大军给害苦了 既然掏着 就不能被外人所知 尤其你们还在山马棍 走漏消息对你们家军不利 所以 我没敢让他们一二四个在这待着 磕头碰面 怕走漏风声 所以让他们一二四个 敢奔金匹关住在 现在住在金匹关 离这二百四十里 不过这事他们都知道 这不你们来了吗 这事可以公开呢 我心也放弃了 一会我派人 敢奔金匹关 让他们一二几个回来 跟你们一家人团聚 哎呀 谢谢军事 哎 还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跟老夫人讲明 老江湖临走之时 留下第二封书信 让这封信呢 交给老夫人名 多的来了 多交给你 您看看 这封信 假的 还用弯吗 边封甲信 老太太拿过来 拆开一看 啊 大致的意思是说 夫人啊 为了保密起见 他走漏风声 我们一二四个 住在金匹关 也您姓 埋名 封锁消息 我呀 拭目以待 就等着你们家眷快来 如果家眷来了 咱们一家人得以团聚 这是一 另外 我们现在很好 你放心 千万不要挂念 多的你们来了 军事推指我们 我们到大寨之中 一家人见面 还有一件事情 女儿的忽视 我已做主给病了 也病了 已经把她的终身 徐沛给魔王千岁 魔王千岁 长得三山德佩 无关断正 齿薄春红啊 是标准的美男子 跟咱女儿年貌相当 这是天作之河 你不必犹豫了 也不必等我们一人思考 挑凉成宅鸡 完成婚礼 把这件事情办完了 了却咱们心愿了 等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咱们再说 千千万万 哦 真的 一点想起来没有 让两个儿媳妇看看 让女儿再瞅瞅 都明白了 菜下巴头有地心 又提到婚事的事 就是啊 老生全看明白了 至于这婚事的事 什么时候举办 老夫人 贫道 爱温阳 不挂 后天是大吉大利的日子 你们这刚来 明天休息一天 后天最好是完成婚礼了 后天最好 错过这个日子 最近两个月就没有集期了 其他日子成婚都主不祥了 哦 那太仓促了 不仓促 我们事先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那么先见见魔王千岁 然后咱再商议次序 哎呀 老夫人心情挺紧张 待着恭候的 时间不大 金龟三想 玉无六催 咱 听见有人喊 魔王生变 魔王生变了 文武百官 文堆武夕排了梁大六 敢被魔王公参王败驾 承耀金坐到高台上 和梁旁边 日善 场善 龙凤善 英无英翻 英照英 是齐罗散开 前边 金饼香炉 是香烟 飘渺 承耀金 吩咐一声 玄 玄老夫人上殿 这老夫人的心情格外的紧张 魔王千岁 大得天子 别看是草寇 现在成了气候了 我得格外谨慎 这是有尺寸的地方 率的女儿儿媳妇 宽宽而入 尽了魔王宫 也叫魔王大殿 用眼角的余光望 四外一看 好 金甲 五世 是排列两堂 手中都是大刀阔斧 鸭雀无声 低着头 踩着红颤子 往前走 有人用手一指 乖 不尺寸 往前多走 一步一寸都不行 就得跪在金决之下 老夫人赶紧撩裙子跪了 采霞儿媳妇也跪在后面 老程坐到上方下看着 此评分 陪老夫人一听 哦 这是魔王说话 声音挺红亮的 这笔气还挺足啊 谢千岁 千千岁 站起来 在旁边落座 老夫人一想 这回我得露一眼 我看看 未来的这门是什么样 用眼角一飘 啥眼呢 什么原因呢 看不清楚 香茹那烟也太浓点 烟嘟嘟嘟嘟冒着 挡住了视线 另来 程耀一的前面放着扳珠帘子 扳珠帘 在家这梁里挡着 阳阳呼呼 就看着上面坐着一个人 什么样看不见 你还敢说这话 把聊一聊起来 我看看 那那不行啊 就这么恍恍恍恍恍 什么也没看清楚 长雅金说话 老夫人 从山马关来到瓦岗山 一路辛苦了 好生休息 来人到千岁 要好好妥善照顾 遵旨 就这么两句话 蜕变了 老太太回到屋里 偷着问姑娘 蔡家 你看清了吗 娘上了年纪 眼神不好 娘啊 我也没敢看呢 也没看清 糟糕糟糕 不过听她的声音可倒是挺洪亮的 年纪不大 大什么呢 我爹在心里不是说了吗 我们两个人年貌相当 听说魔王长得是齿白纯红 是衣表的人才 您放心吧 没事 我爹还能骗咱们 说别事 等他吧 没过两天 军师徐茂公传下话来了 正好是大吉大利的日子 举行婚礼 甭说旁的 这一天 元帅传写并见 瓦岗山是放假三天 一事祝贺 所有的当兵的 当下人的 每人都发一份瓶酒放肉 就是一人一瓶酒 一人一块放的肉 这块放的肉就如今 随便吃喝 但是 执行规务的 绝不准喝酒 可以换班 执行婚礼喝酒 喝酒的打仗怎么办 不耽误事了吗 哎呀 这瓦岗山是热烈祝贺 玄灯 劫彩 红沾铺地 鞭炮齐名 特别是在后面 准备了一所宅院 连日来有人 日夜赶归 修好了 新房 全都布置好了 魔王要结婚的 那一朝的人王地主 跟一般般的能一样 不惜重惊 布置的是金碧辉煌 到了正日子这一天 初期双双 拜了天地 大家祝贺念完了祝词 这开始送新人进洞房 裴菜侠进了洞房了 程耀金 再把他招呼着 先给弟兄们满酒布菜 又招呼着手下的军兵 到各处走一走 所有的人一看魔王来了 全都站起身来 归合魔王 恭喜魔王 哎呦同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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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吃好喝好 随便喝随便喝 没事的人是尽尽 一醉方休 不够了咱补 各位各位 程耀金这脸呢 乐得跟花一样 结婚嘛 人生四大喜事 就是在外的他乡遇故之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烛夜 这真是人生小灯壳呀 终身大事 能不高兴吗 程耀金的心也没了吧 字的 等天晚了 齐贵园李诺 跟所有众人 互送的新人进洞房 大家又说又笑 到新房的门前 齐贵园站住了 魔王 穷吧 嘿嘿嘿 这是你的小天地了 祝你快乐 进屋去吧 把程耀金推进屋去 房门倒在 连没人闹洞房 都走了 程耀金还真没注意 老程耀金的乌一丑一丑 这屋真漂亮 我长这么大 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皮皮的衣纹 叫那摄香薰的香气扑鼻 室外排列着花草 丑着那么温馨 灯光条件那么柔和 往床杖那一看 南交司的杖子 金钩倒挂 床铺上是闪断的被褥 地铁双桌 桌灯 戳灯 照的这个色彩是相当柔和 那也不碎眼 到这里面就叫这心里 真美滋滋的 桌子上的摆着各种瓜果 黎陶 老程文文当当 舔那大草包肚子 望圈儿也成不错 冒叉公化 十字披红 青郎官 头眼一看 裴姑娘 带着盖头 低垂坟 一语皆无 新娘得做她 那盖头的新郎官 就往下掀 新郎官不掀 自己不能动手 能够规矩 那个奖金 那太多了 咱们就粗之大业 说一说 那些妈妈令儿 那些奖金 太繁琐 咱就一笔带过 当然了 新娘嘛 尤其是未来的王妃 穿着戴着 与众不同 山河碧里穷 日月如凤凹 头上带着凤温 前面带着盖头 看不着了 但是承要惊心说 我听说 这是裴元庆的姐姐 老将军裴人机的姑娘 听说这姑娘 能诗善话 还有学问 听说还是有名的大美人 清春妙龄 那一朵鲜花香色 想不到我大老承 卖丝严就出身 都如果大老 并过死心 就凭着我 社会上一个混子 能混到今天 没想到 尤其是得着 这么好一个美人 这没想到 老天爷真开恩 不行我得看看 夫妻嘛 老子们做的也不像话 承要惊 按据不住 站起身来 到位的时候 舔着肚子 来到新娘的进前 用手指的夹住这盖子 轻轻的聊起 就一聊起来 就灯光光看 真跟天仙一样 太好看了 跟那画上画那大美人相似 甚至超过画的那美人 人世间的还有这样的美人 怎么 老程这个心里都跟开了锅子一样 呵呵呵 这一乐 裴姑娘 一直没见着程耀金 光看在那个信上写的 其实那信在手里是假信 骗他 他不知道 姑娘这个心呢 一直 忐忑不安 要说高兴 高兴什么呢 我是魔王的妃子啊 魔王将来得了天下 那是皇上 我就是皇后 是要作为一个女人 能当皇后 那是女中之首啊 女中的王子 那还了得 何怎么都尊贵呀 这是高兴 紧张的是什么呢 没见过心没理 又不知道这个魔王的脾气 秉性如何 不知道将来对待自己能怎样 这才心没理 他这个心呢 紧张的一定的程度 都缩紧了 他觉察出来脚步声 由圆而尽 直到丈夫站在面前 平年丈夫稍微动一动 把盖头给他掀起来了 裴姑娘也就不那么害臊了 从下面 从靴子往上看 一点点愁 龙靴 桃子 袋子 哎哟 魔王的肚子可不小啊 这身体还够胖的 再往上看 肩膀贫困 绑打个腰轮 再往上看 眼光就落到大老城这张大蓝脸上 天脸大脸这么大个 好吗 刷子那一大腕眼 狮子的一肚活喷嘴 牙旺卖猪子着 眼督都卖鼓鼓着 牙耳的毫毛 明镜往下长的 踩下公子的那个你看 下的是十回落脱去 这哪是人呢 这不是苗里那泥台吗 那不是那个金刚吗 哎哟 要了我的脂 真好像冷水泼头 万丈高楼 一脚灯空 亲戚刷一方个 姑娘是放生痛苦 陪赛霞想什么 爹 我是您亲姑娘 您在信上三番五次提到 说什么这个程咬金 长得吧 挺好 拼头正眼 是少有的美男子 就这美男子 不是那么多事这是 我怎么能取配给这一组人 哎呦 算掉的火烫里头 爹呀 你看 太苦了 我这一辈子三万 无辜的苦 长下今本来挺高兴 聊个这个盖头 一看 趁心注意 觉得这手脚都没地方 突然之间 发现一哭 老成啥呀 我说你哭什么 你干啥了 你倒说话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你想我长得相貌 你嫌我长得相貌丑了 不配做你的丈夫 你嫌我的年纪比你大 对不对 越说 姑娘越苦 行行行行 我明白了 不过姑娘你可听清楚了 我可不是酒色之徒 我也没有意占你的便宜 你要恨 你恨我们瓦当山牛逼的老道 就那君是徐茂姑 这损主意都是他出的 为了收你那个兄弟 叫裴元庆 为了收你爹 为了收你俩哥哥 才采取了这种手段 先成亲 而后把他们收乡 本来我就不乐意 我觉着这么做缺德 他们说什么兵不厌诈 所以这碗鼓来就有之 我没有办法了 我只好答应他 姑娘 你别难过 你别难过 不愿意没关系 说实话 你不愿意 我还不愿意的 我还不愿意的 谁不想娶个好媳妇 但是强你 你瓜不甜的 哭哭啼啼啼 咱过一杯 这有啥意思 拉倒 咱算拉倒 今儿这婚礼不算数 去他妈的吧 又话语不多 老成是个大老粗 一说出这番话呢 裴姑娘的心意 是新潮 翻滚 有一点 还有 我们有的 优优独播